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快点 川普发推特为中共庆声 但是却说美国终将获得胜利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了一连串的推特 除了祝贺中共建政70周年之外 也表示华盛顿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企图超越美国的野心 并且表示在他的带领之下 美国最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川普的推文谈到中国陷入贸易战的混乱当中的时候 就表示说中国立足一个冷静理性的解决办法 但是他说中国表现得非常糟糕 然而美国在你们最喜爱的总统的领导之下 持续的屡创新高 就算是民主党人什么都没做 我们已经开始了 他还表示说我们正赢得胜利 我们终将获胜 他们不会毁坏我们和他们的协议 另外说祝生日快乐中国 国庆前香港单日居住了上百人 港警卧底更是朝天鸣枪 中国明天将迎来中共建政70周年的庆典 香港警方主动的在国庆前夕的星期天 加大了驱散人群以及拘捕的力度 惹来了市民的大力反抗 港岛区多次出现了 谷装示威者堵入焚烧杂物 以及投掷汽油弹等等些事件 也有人在湾仔地铁站外纵火 警方则是释放了多轮的催泪弹 橡皮子弹以及布袋弹 又动用了水炮车发射颜色水 其中一名相信是乔装示威者的警员 被发现之后遭到了市民的围堵 于是他向天开枪警示 而行动当中警方也向与他们争执的 立法会议员朱凯迪的脸上 喷了胡椒水 另外昨天的冲突当中有超过100人被捕 包括在场协助被捕人士的社工和医生 报道说这可能是反修例风波以来 单日拘捕人数最多的一天 根据报道说 随着几名冲突的升级 受伤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 根据香港医院管理局公布的信息说 在昨天到今天凌晨的冲突当中 有48人受伤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 伤者的年龄几乎于16到67岁 其中一名女子伤势严重 31人伤势稳定 11前港警上门抓人 艺人王宗瑶被捕 香港警方在中国国庆前夕上门 抓捕了至少两名著名的人士 一位是支持港人争取自由的香港艺人 王宗瑶和发起多次游行的香港本土派人士 刘颖匡 指他们与7月1号的立法会事件有关联 报道说 香港众志的脸书上响应 王宗瑶被捕的事实表示说 10月1号前夕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被捕 报道说 2014年战中运动的时候 已经多次公开支持示威者的艺人王宗瑶 其被捕的消息 首先由香港众志的常委罗冠聪 在9月30号的早上的脸书上进行了披露 指王宗瑶于清晨在狱所被警方上门拘捕 指王宗瑶7月1号进入或者在会议厅的范围之内逗留 以及串谋刑事毁坏被拘押在湾仔的警署 另外曾发起屯门和关塘等地游行的刘颖匡 今天早上6点多钟的时候被警方上门拘捕 根据香港民阵召集人陈浩恒和香港中文大学本土学社 分别在脸书上发布了信息 指刘颖匡被怀疑因为在7月1号立法会外的示威活动 被警方以串谋毁坏和进入会议厅范围两项罪名被捕 被捕押在青山警署 国庆前香港的出入境的人次是72万同比下跌了两成 香港入境处30号公布了29号的出入境的数字 出入境人次同比下跌了两成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香港出入境的人次达72万6618人 与去年同日临时录用的数字相比下跌了19.7% 其中出境的人数比去年同日大跌了37.4% 在众多的管制站当中 29日以罗湖出入境的人次最多 其次为落马州支县 香港中学生在罢课反送中造就新一代的抗争勇士 香港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号召全港的中学生 在9月30号要罢课一天 表达与港人一同抗争 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 同时呼吁全港大罢工和罢市 向政府施压要求回应民间的诉求 一大批看上去稚嫩的中学生 则在反送中的锤炼当中成长成为了新一代的抗争骨干 发起香港中学生罢课的团体 星期一的下午在香港中环的折打花园举办了罢课集会 这是香港中学生自9月2号开学以后的第二次全港的罢课行动 从组织筹备和后勤到大会主持都是他们自己完成 大会邀请了同学上台自发的发言 讲述个人在反送中的感想和经历 这些中学生的情绪高涨 不时的高喊反修例的口号 结伴参加罢课集会的中学生 他们表示父母当中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他们参加反送中 一位同学甚至常常的要与他们的父母进行争论 不过他们表示说 他们自己的自由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现在不站出来发声的话 恐怕未来就再也不会有机会站出来为自由发声了 在三个多月的反送中的运动期间 香港学界发起了超过三次的罢课活动 第一次是8月5号发生的853罢 即罢工罢课罢市 第二次则是9月2号开学日 亲中港人低调迎国庆 他们说中国人太多了 不适合搞民主 香港市中心昨天有支持民主的抗争人士的聚集 但是在香港的另外一头 也有数百名身着红衣服 脸颊画着中国五星旗登上巴士 前往参加庆祝中共建政70周年暖身活动的一些香港民众 这群人前往香港俯瞰景观最热门的地点 太平山进行国庆快闪活动 当他们朝着山顶前进的时候 一名领队的中年女士手持麦克风 呼吁参与者要避免和围观者进行争论 报道说 亲中人士昨天在太平山顶的局会的主办者 55岁的印尼斯唐就表示说 警方事先要求他们要让活动过程显得更加的低调 以免引发反抗活动以及攻击的行动 报道说 参加这次游行的群众许多是中老年人 当中有数人表示说 年轻时代是被香港多年以来的相对荣景所惯坏了 60岁出头的职员卡伦叶就表示说 他这辈子的人大多是关注与努力的工作 他们说 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讨论政治 他们只要赚钱 另外他还表示 民主是西方的概念 不适合中国 他说 他认为中国人太多了 星巴克被美新连累遭到了港人的抵制 香港激进派示威者同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的同时 有多家在香港的星巴克的门店遭到了涂鸦 近日弯泽的一家星巴克的门店被人写上了抵制 以及辱骂美新公司的字样 美新公司是香港一家大型的餐饮公司 也负责星巴克在香港的运营 香港陷入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之后 星巴克经历的破坏活动 也反映出了国际大品牌目前在香港的艰难处境 根据相关的报道说 美新的创始人的女儿 武初卿本月早些时候发研究表示说 他一方面谴责示威者 一方面他还呼吁支持北京对民主派的强硬立场 而他的言论也引发了广泛的抵制行动 香港民主派的活跃人士黄之锋 也参加了抵制星巴克的呼吁 超过五万人联署的一份请愿书 呼吁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总部 终止同美新公司的合作 黄之锋星期五的时候发推特表示说 我们在此敦促星巴克的董事会 审视美新公司是否能代表星巴克的社会价值观 并立即终止美新公司的特许经营权 而本周一的时候 美新公司拒绝就事态的最新发展进行评论 不过该公司此前的声明仕途 同五叔卿保持距离 并称五叔卿并没有在公司担任任何的职务 标普给中国主信评级打A加 表示说看好中国未来的经济 国际评级公司标准全球星期一的时候 也就是9月30号 宣布维持中国A加的主权信用评级 并且表示说 未来三到四年之内 中国的GDP将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 财政表现将进一步的得到改善 标普继续维持中国的展望稳定 并表示不预期美中关系会在可预见的将来 重新正常化 这意味着未来若干年 中国出口和制造业投资只会有小幅的增长 该评级公司预计 未来三年 中国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将保持在5%以上 标普指出如果中国信贷增长率持续放缓 它将提升对该国的评级 但若看到为了支持经济扩张 中国放松控制金融风险增大的努力的可能性提高 则会降低评级 维族经济学家土赫提获得了哈维尔人权奖 著名的瓦兹拉夫哈维尔人权奖 本年度首次有两名获奖者 本周一也就是9月30号 欧洲理事会的议员大会在斯特拉斯堡宣布了 将该奖项授予身陷淋雨的 中国维族经济学家和政府批评者伊利哈姆·土赫提 另一获奖者是青年人权动议组织 该组织活跃于多个巴尔干国家 本次颁奖正好发生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前夕 欧洲理事会从2013年起 每年颁发一次哈维尔人权奖 该奖项设立的奖金为6万欧元 以已故的捷克共和国的公民维权人士 和总统瓦兹拉夫哈维尔的名字来进行命名 中共的开国少将原总参谋部的部长江中逝世 中共的开国少将原总参谋部的部长江中 29号上午逝世 享年101岁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该媒体从江中的亲友 以及中国四川省巴中市相关部门获悉 江中于9月29号的上午 在中国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享年101岁 江中的告别仪式拟定于在中国国庆之后举行 俄罗斯反对派在莫斯科举行大型的集会 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 星期天也就是9月29号冒着雨涌上了莫斯科广场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派组织今年夏天曾经发起了多次的针对地方选举 以及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示威活动 目前反对派正试图发起新一轮的抗议 星期天的集会是自由派政治组织 及其盟党自本月早些时候选举之后 所举行的第一次重大活动 9月8号的地方选举当中 选举官员们阻挠了反对派的竞选 激发了堪称为历年以来最大规模 持续时间最久的反政府的示威 星期天的抗议重点放在了政治压迫上 示威者们高喊着释放政治犯的口号 活动人士要求当局停止对腐败领导人 纳瓦尔尼以及他在全国各地的支持者的网络 进行不断的突击和逮捕 Mingjin News 脸书 Facebook.com